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大家來吃便當的時間 台中現在半夜想要吃宵夜的選擇變得很少 就是自從那個阿拉斯火之後 整個台中的夜生活就幾乎是越來越消甜 也就不像以前我們到凌晨大概三四點都還可以隨便找多少到東西吃 第二次長得離開滷肉飯從年輕就吃到現在 但是他們現在的營業時間也是有調整 以前最晚是賣到五點鐘 那現在都是大概三點就解大漾 可見整個社會景氣真的是很蕭條 這個時間想要包便當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包 這邊還是對我來說最方便的一家 現在是晚上十一點半 那我們就回家吃便當吧 不要懷疑就是十一點半吃便當 因為很近那我已經回到家了 那今天就把第二次長厲害滷肉飯的便當 帶回來給大家分享 其實這台店我一般都是去吃宵夜 所以都會吃一個滷肉飯再加一碗湯 今天湯是先看湯好了 今天湯是這個豬肚 豬肚湯 那這一碗45塊 那他們叫的湯就是一個大鍋 然後放不同的料 這樣子比如說粉腸、豬腥、肉都是 湯頭都是同一鍋就對了 那他們便當 我沒有在離海的宵夜這邊買過便當 所以我也沒看過 就跟大家一起來開箱吧 這是他們的滷肉便當 這個便當是95塊 我可以選三樣菜 三樣菜 那這菜都是在現場現炒的 不夠再加的加炒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主菜是滷肉 那個各位來到台中 我們的滷肉 其實很多店 滷肉指的是礦肉 就是這種礦肉 這是腿褲 你看這塊肉很漂亮 很多人都以為滷肉飯是辣色的東西 不對 因為台中很多滷肉飯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礦肉 好 好 那那個 然後它的飯 飯一直都挺好吃的 它會攪那個肉燥 他們家肉燥也很強 特別是這個他們家的辣椒 這個辣椒 這個如果有吃到一定要吃 這個超好吃 超香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便當 好 那為了方便 按照慣例先把它 先把那個蓋子選掉 然後 先來看的就是菜 那我今天 它現場有很多菜可以選可以選三種 那我今天是選這個雪莉 雪莉 這個菜都是剛剛炒起來 雪莉 雪莉炒夠乾就是 很一點點的下飯菜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 番茄炒蛋 番茄炒蛋 來 番茄炒到 那基本上這個叫 大人小孩就喜歡 再來就是那個 蘿蔔 白蘿蔔 蘿豆 這是蘿蔔的 這味道還蠻入味的 他們有給那個 瓜子 瓜仔薄 下方 這個東西 在台中叫滷肉 這個叫滷肉 這個是滷肉 肥肉 入口即化 然後瘦肉也不卡 那 如果硬要我說 第二次廠的梨海滷肉飯的缺點 我先說它不是我最愛的梨海 我最愛的梨海在原始街 這是最好的在家旁邊 然後這一家是半夜就是 它就賣下午到零層這樣 這一家的東西其實都還OK 不錯吃啦 如果他們家的滷肉 會比較鹹一點 直接吃的話 然後就來看它的飯 其實我現在就是肉糕飯 肉糕飯 有看到嗎 這種飯 你說會難吃嗎 蠻棒的 這個就是一般人覺得 滷肉飯是這個東西 它其實它 只是 這個肉燒飯 這種東西在台中就是肉燒飯 然後 他們家的辣椒 我可以讓你們講這個辣椒 這個辣椒 這個辣椒一定要夾 超級下飯的 沒有辦法放到飯裡面 我 我不太愛吃飯 可是它 每次去我都把這個辣椒 放在它 放在它的飯裡面 就等換飯吃 它這個辣椒辣 但是它不會搶味 那這個辣椒 95塊 我覺得是還可以 因為它是賣半夜的 然後 反正 反正我們好像在塗個方便 然後基本上也還不錯吃 140塊 有湯有便當 CP值 中等 那今天的便當 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覺得還喜歡的話 歡迎幫我們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然後重要便當提訊就不會漏街了 那今天的便當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